來 國家代表隊 沐妍 漂亮 我現在走的路線就是走 時尚胸的路線 時尚胸 對 我現在已經往時尚胸邁進了 因為在健身後 胸部越來越小 所以我今天就是代表小胸部來這邊 然後因為我覺得小胸部的話 比較多是可以那一種 就是度假 在民宿裡面可以穿 也可以在海島國家穿 就是比較多種選擇 在室內的話可以當一個文青 然後像如果在室內的話 就是可以搭一些飾品 然後如果我們在就是拍拍照 喝喝咖啡OK的話呢 代表你很有錢這樣子 對 也不用 就是可以很時髦 然後我們 而且我們就是拍完照以後 我們把視頻脫掉 我們就可以直接游泳了 因為連身泳裝的話 基本上游泳 這個怎麼游啊 可以 而且因為它這邊很貼心 這台灣品牌 它裡面有膠 有膠 所以說它其實就是 全身都保護得很好 這邊有膠 不會隨波逐流 對 不會隨波逐流 其實這裡面是有一個鉤子 所以說你可以有綁帶 所以有肩帶的話 你可以一般穿 或者是交叉穿溝 那就比較安全一點 那比較可以 安全 我想看你那個後面 後面嗎 因為我記得它後面很厲害 屁股 屁股 哇 這真的屁股真的很厲害 它就是真的很像 我記得沒比賽 三輩 三輩 大概是這樣 好 欣賓姐怎麼了 好美啊 好美啊 還是要美啊 他屁股練得很快 對啊 他說他已經好久沒練了 但是還在 繼續努力著 然後我覺得如果小胸部的話 可以穿一些連身的衣服 你胸部是剛好沒有小 對 剛剛好胸部的話 可以穿一些連身 因為其實今年也是出滿多連身款 而且連身款的衣服的話 其實就比較不會擔心說 一定要中間擠得很大 因為它別的地方就會 就是像連身款比較多都是高叉 其實連身的話後面就會有滿多造型 對 有綁在在 然後我覺得除了這個以外呢 我覺得我今年很喜歡這一種 這其實也滿性感的 哇 好漂亮喔 包色 有包色的概念 對 包色的概念 這個也像一一一樣 它就是可以當那個外出衣服 對 對 對 而且我覺得就是這種單色的泳裝 其實你就可以搭很多飾品 或者是罩商 其實就是可以很好 罩商 罩商 其實搭一個罩商的話 就可以直接出門了 對 其實在海老佛家 然後度假的時候就很方便 就是連身的 偶爾還是可以有可愛的路線 因為這種可愛路線的話 其實就比較偏日系 所以偶爾想要像小女生的時候 還是可以穿這一種 對 就是可以帶出去玩 我之前在海邊拍照 我就覺得很美 不會讓你覺得太性感 但是就是有一點點搭配 時尚 時尚的造型 真的好美 謝謝